古人说,福祸无门,为人自诏。意思是,福和祸都不是凭空产生的,而是人自己招来的。万事都有因果,一个人的命运如何,有时候并不是取决于天意,而是取决于自己平时种下了什么样的因。 所谓命好的人,大多有一个宽广的胸怀,他们遇事不会较真,也不会为难自己,因此他们才能够生活得从容、幸福。而那些命苦的人,他们的痛苦也大多是自找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遇到这几种可怜人,需要收起你的善良。 01,缺乏自制力的人。首先,那些缺乏自律和自制力不强的人,并不值得同情。他们总是将责任推给别人,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。 然而,我们生活中经常会见到这种人,这种缺乏自律和自制力不强的人,无论处在生活的哪个领域,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。 一个人如果缺乏自律和自制力,就会无法完成任务,失去成功的可能性。 这种品质对个人的生活和社会都有重要的影响,就个人生活而言。 比如他们可能在学习上经常拖延,错过了重要的学习时机,然后哭诉自己的成绩不好,从而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心。 然而,只要他们付出一定的努力和毅力,这种情况本可以被改变。 他们的自卑,消极和懒散,只会阻碍自己的成长和进步。 所以,我们应该远离这种缺乏自律的人,避免被他们的消极情绪所感染。 就社会影响而言,一个人处在工作岗位中,如果缺乏自律和自制力,那么我们也不禁对他们的职业道德产生怀疑。 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律和自制力,他们可能会在工作场所表现出不负责任的行为。 例如不完成任务,偷懒,说谎等。 这种行为会危害到企业的利益,甚至可能导致企业破产。 社会中如果像这样的职员越来越多,并不利于构建一个正能量和谐社会。 因此,缺乏自律和自制力的人并不值得同情。 相反,他们应该被惩罚,并应该被鼓励遵守道德规范,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。 02,抱怨生活,不思进取的人。 而,抱温在《不抱怨的世界》一书中不留情面地指出, 抱怨的本质,其实是为了获取同情心和注意力, 以及避免去做我们不敢做的事。 抱怨,其实是一种逃避,而且期望别人跟自己一起逃避。 抱怨会唤起他人的共鸣,让抱怨成为一种传递的心灵疾病, 不但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,甚至还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 来看一个预言,驴耕田回来,躺在篮里, 疲惫不堪地喘着粗气,狗跑过来看他。 哎,老朋友,我实在太累了。 驴诉着苦,明个我真想些一天。 狗告别后,在墙角遇到了猫。 狗说,伙计,我刚才去看了驴,这位大哥实在太累了。 他说,他想些一天。 也难怪,主人给他的活太多太重了。 猫转身对杨说,驴抱怨主人给他的活太多太重, 他想些一天,明天不干活了。 杨转身告诉了女主人, 饭桌上女主人将这件事告诉了丈夫。 驴想背叛你,他想换一个主人。 背叛是不可饶恕的,你准备怎么处置它。 在不断地添油加醋中,驴的命运最终也走向了灭亡。 所以,经常跟别人抱怨的人,一定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人。 这种负能量,一定会给自己招惹是非。 弱者喜欢抱怨,强者从来不会对别人诉说自己的心酸。 弱者并不是缺少幸运,而是欠了生活一份努力。 余生,做个强者,将幸福和快乐全部握在自己的手中。 03. 言而无信,谎话连篇的人,知乎上曾有人提问,什么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。 其中,有一个高赞回答说,遇到事情靠得住,责任面前有担当,信用永远是第一位。 可见,信用是一个人为人处事中最重要的品质。 一个人品差的人,往往不讲信用,言而无信。 反之,一个人品好的人,往往讲究信用,言而有信。 史记里,记载了一则有关诚信的经典故事。 春秋时期,齐恒公出兵讨伐鲁国,鲁军败退提出现意求和,于是两国约好在科帝会盟。 正当定立盟约之际,鲁江曹末突然跳上盟坛,用匕首劫持齐桓公, 要他退回被侵占的鲁地。 齐恒公迫不得已,只好答应。 待到曹末回到席位上后,齐恒公有些后悔,管仲禁言,如果背信则失信于诸侯。 最终,齐桓公还是听从了管仲的建议,将侵占的鲁地尽数归还鲁国。 诸侯们听闻此事,纷纷称赞齐桓公言而有信,都争相亲赋予他。 不得不说,齐桓公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霸主开启霸业,这与他能信守承诺讲究信用有很大的关系。 常言道,人无信不利。 孔子也说,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 一个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,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。 信用是一个人历史的根本。 一个人不讲信用,即便靠着坑翁拐骗的手段了过上了不错的生活,那也必定不能长久。 远离这类人,防止上当受骗。 零四,心不善,不懂得感恩的人,善良是好人品的关键要素。 人要尝怀一颗感恩之心,方能受人敬仰。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,忘恩负义者,就像你伸手把食物送进他的嘴里,他却想连你的手一起咬下。 古人云,滴水之恩,应当涌泉相报。 可现实生活中,总有一些人,只想得到从不付出,占尽他人便宜。 你帮他,视为理所当然,你让他,永远得寸进尺。 一朝穷困潦倒时,从不换位思考,只知道无休止地索取。 从不顾念别人,就只顾全自己的利益,求人帮助把好话说尽。 一旦飞黄腾达时,只高气昂,把别人的资助恩情抛之脑后。 这类不懂感恩的人,着实可怕,没人品,没有良知。 你帮助他,他只会考虑自己,你信任他,他只是在利用你,身边有此类人,一定要远离。 你会发现,人品好的人,往往都自带光芒,人人都想靠近,人生中最可贵的无非就是人品,一个人的心灵美,永远战胜邪恶的表面。 做人,一定要心向善,做人永远不做白眼狼,受他人的恩惠,要铭记于心,有恩报恩,有情报情。 05.自私自利的人,自私自利的人也不值得同情。 05.自私自利的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丝毫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和需要,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会表现出自私、傲慢和自以为是的行为。 他们不择手段地追逐成功,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伤害他人。 对于这种人,我们应该保持距离,因为他们的行为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。 当然,对于他们的行为,我们可以表示理解,但是我们不应该同情他们,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和欲望,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关心和尊重。 即使他们受到了伤害或失去了某些东西,我们也应该让他们自己承担责任,而不是为他们提供帮助或安慰。 这样做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并学会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情感和行为。 因此,被自我中心所驱使的人也不值得同情。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并鼓励他们成长为更有同情心和尊重他人的个体。 总而言之,远离他们才是最明智之举。 我们应该选择与那些乐于倾听他人,乐于帮助他人,并在生活中尊重他人的人交往。 总结,人之初,性本善。 帮助别人是传统美德,但是你要看对方是否值得帮助,不能因为做了好事,反而被人讹诈,导致自己惹麻烦,或者与人结仇。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,一个男人跪在菩萨面前,希望菩萨帮他离婚。 隔一会,男人的妻子跪在菩萨面前,希望菩萨能够帮他,让丈夫永远不要离开。 菩萨很为难,只能保持沉默,顺其自然,谁都不帮。 很多时候,什么都不做,就是慈悲。 遇到可怜的人,你要注意辨别。 帮助心中有阳光的人,远离内心阴暗的人,拒绝帮助不懂感恩的人。 记住,善良是一种能力,不是爱心泛滥。 中国有句老话,人之有德于我也,不可忘也。 知恩图报是做人最基本的教养,也是处事永远不能去掉的良心。 可人生在世,总有些时刻看错了人,给错了真心,倾其所有帮助别人,换来的却是恩将仇报。 农夫与蛇的故事,每天都在上演,你永远无法想象,前一秒笑脸相迎的人,后一秒会如何与你翻脸。 行走与世间,守好良心的同时,也别忘了擦亮眼睛。 遇到这四种忘恩负义的人,一定不要深交,趁早远离。 今天,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,忘恩负义之人往往有着四个特征,自私自利,永远利益之上。 作家夏木述时有段话说得很深刻,世上没有像模子刻出来一样的恶人,平时大家都是善人,至少大家都是普通人。 然而,正因为一到紧要关头就会突然变成恶人,所以才可怕,所以才不能大意。 而紧要关头,往往正是牵扯到自身利益的时候。 今年5月,几十名旅友相约去北京房山爬叶山,其中一部分人不幸被困山中,只好打电话,求救蓝天救援队。 救援队在接到电话后,迅速赶往山里救人。 由于山势险峻,救援队员在山中搜寻一夜。 18个小时后,将18名被困旅友安全护送下山。 在下山过程中,为了照顾到旅友们,救援队员将仅剩的水给了他们,导致自己后半夜彻底断水。 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,有旅友竟在有水的情况下仍然问救援队要水。 下山后,又立马从包里掏出两瓶水,开始烧水泡茶。 面对救援队的不解,旅友居然笑着说,做人需要留一手。 短短几个字含透了救援队员们的心。 北大教授钱力群曾经提到过一个词,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 指的是,有一类人,他们高智商,高情商,世俗且老道,善于表演,却也懂得配合,非常善于钻空子来达到某种目的。 在他们眼里,保护自己的利益是本性使然,其他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。 自私的确是人性的一部分,可他们忘了,良心也是人性中不可缺的。 生命中人来人往,选择走进什么样的人,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。 远离那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不仅是保全自己的真心,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。 贪婪无度,底线毫无下限。 知乎上有个问题,什么是判断一个人好坏的最佳标准? 有个高赞回答一针见血,底线。 什么是底线? 底线是一个人的原则所在,小道说话,大道三观。 底线是一件事的尺度所在,知道什么能做,什么不能做。 底线是一生中的信念所在,清楚自己生从何来,该去往何处。 但对于贪婪的人而言,底线就像是无底洞,身不见底,可以随时拉低。 不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,借钱不还,如果你问他讨债,他会大言不惭地指责你。 你又不缺钱,为什么要揪着我一个穷人不放? 你帮他十次,只要一次没有为他提供帮助,他就跟你反目成仇,对外大肆抹黑你的人格。 即便是多年好友,你也可以为了金钱放弃你们的情分,背叛只在一瞬间。 这种人不仅狠毒,而且深不可测,谁也无法预料他的翻脸会在哪一刻突然发生。 往日的恩情,感情在他们的欲望面前只会变得一文不值。 有句话说得很对,善良永远填不满欲望的沟壑,真心永远拉不回罪恶的源头。 内心的贪婪会让他们一次又一次过河拆桥,丧失的底线会让他们一番又一番泄沫杀驴。 如同吸血鬼一般的人,生活中四处都有,我们避免不良,但是可以躲远点。 狗胃不保,人讨不好,遇到那些做人没有尺度,做事毫无底线的人,不再无底线的包容,就是自己最好的底线。 得寸尽尺,消耗他人善心。 人最大的恶是消耗别人的善良。 人之初性本善,做人要善良,不要做亏心事,但过分的善良就是傻,就是在纵容部分不安好心的人。 物以稀为贵,善良也要有度。 你若付出的太多,善良就会变得廉价,久而久之,别人也就不再把你当回事。 马克吐温说,善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预言,它可以使盲人感到,笼子闻到,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聋不雅不盲,却总是欺骗善良的人。 利用别人的善良,这样的人不值得善待。 善良没有错,但是给错了人就是大错特错。 作家莫言在诺贝尔颁奖礼的演讲致辞中,讲述过一段亲身经历。 过中秋节时,家里难得吃了顿饺子,每人只有一碗。 正吃饭时,一个乞讨的老人过来讨饭,于是莫言便递给他半碗红薯干。 谁曾想,老人接过碗后愤恨道, 我是个老人,你们吃着饺子,却让我吃红薯干,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。 莫言听闻生气地说,我们一年都吃不了几次饺子,一人一小碗都吃不了半饱,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。 最后,母亲看老人可怜,将莫言训斥了一番,随后端起自己的半碗饺子给了老人,他才作罢。 老话里常说的,好心当作驴肝肺,正是如此。 我们以为人都是会将心比心的,但太多时候,有的人只会得寸进尺。 你的好意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付出,他们全盘接受,但却不会记得半点恩情。 一味地忍让,只会换来步步紧逼,最后将自己推向深远。 所谓得寸进尺,究其根本,还是不懂感恩,不知分寸。 人际关系里,最怕的就是利用他人的善良,成全自己的幸福。 杨将先生,走在人生边上里写道,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,人生仪式实在够苦。 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,人家就利用你,欺负你。 你稍有才德品貌,人家就嫉妒你,排挤你。 你大度退让,人家就侵犯你,损害你的确如此。 与得寸进尺的人交往,你越往后退,越没有退路。 最好的解决办法便是,守好自己的善良,不再纵容,不再忍让,给自己的生活留有余地。 怨天尤人,从未反省自身。 曾国藩曾说,牢骚太甚者,其后必多益色。 一个人如果经常抱怨,牢骚,那么人生的路一定很难走。 抱怨老天,老天不打允,抱怨别人,别人不服气。 怨天尤人,却从不反思自己,这样的人迟早会迎来失败。 《红楼梦》里,贾政有个侧室叫赵姨娘。 赵姨娘早年是丫鬟出身,被贾政看上,从仆人成了半个奶奶。 但她为人刻薄,经常拿奶奶的架势来压人。 浴室挑三窝四,搞得家宅不宁。 时间久了,身边的人都不待见她。 她不反思自己,反而总是抱怨别人。 抱怨儿子不给自己长脸,抱怨闺女不给自己撑腰,抱怨凤姐找自己麻烦。 不仅搞僵了母女关系,还搞崩了儿子的心态,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 罗振宇说,不要轻易抱怨,因为一旦抱怨,就等于是给自己贴上了无能的标签。 之前听郭德纲的相声时,有段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。 我不怕自己没能耐,我怕的是自己以为有能耐。 以为自己有能耐,所以把失败的原因都归咎于他人。 以为自己有能耐,所以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。 想起上大学时,班里就有位这样的同学,考前请求其他同学帮忙标注复习重点, 之后又天天在宿舍睡觉,导致考试多门挂科。 然后愿同学给自己标错了重点。 后来毕业后,他又找之前的室友帮忙介绍工作,等去了公司又经常偷懒摸鱼,导致业绩垫底,最后愿工作强度太大。 遇事只会抱怨的人,生活里充斥着怨气,看不到半点希望,也永远不会看到别人伸来的援手。 即便你给了他力所能及的帮助,他也会觉得你给的不够多。 给了一笔钱,就会想要更多的钱,不然所有的困难都因为钱太少。 给了一辆车,就会想要更好的车,不然人生的落魄都因为车不够好。 给了一套房,就会想要更大的房,不然生活的不幸都因为房子太小。 罪过都是别人的,清白都是自己的,沉浸在怨天尤人里不愿走出来, 永远需要别人帮不完的忙,也有救不完的急。 孟子云,养不愧于天,俯不坐于地,做一个善良之人的同时也要切记,不能把善良给错人。 做一个坦荡之人的同时也不能忘,远离消耗你的烂人。 余生苦短,人心难测,人情凉薄,但真心永远是最珍贵的。 唯有让自己的善良带上锋芒,让自己的心不再情意交付,才是爱自己最好的方式。 与朋友们共勉。 好了,今天分享到这里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且让你深有感触,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,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最后,在YouTube和Facebook上,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。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。 感谢你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